古人云 冰来降挡 水来土掩 传说铸铁牛 置于对岸 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 是一种震慑 象征着蓝挡洪水 征服水患 造福于民 这就是因黄河变迁 逐渐被泥沙埋目的黄河大铁牛 它们在水底沉睡了千年 却依然保存蛮好 黄河大铁牛 又叫唐代开源铁牛 从名字上 我们就可以直观地了解铁牛的历史 最轻的一尊铁牛 也有45吨重 最重的高达72吨 实际上 两岸的铁牛和铁人 其实就是对拽铁锁 连接河桥的锁庄 唐代开源年间 黄河上的著名渡口普金渡异常繁华 普金桥破败不堪 南城车马重负 唐明皇便召集天下的能工桥匠 亲全国之力铸造大铁牛 将铁牛置于黄河两岸 当作桥墩 然后在铁牛桥墩上建桥路 普金铁锁桥第一次将黄河天嵌变通图 可以说 大铁牛功不可没 至今 河底仍有四尊铁牛 为打捞上岸 一来是打捞工程艰难 二来是铁制文物保存 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 最终选择让他们继续 在母亲河中沉睡 黄河铁牛依旧 岁月沧桑不改 触摸着历经千年的铁牛 仿佛置身于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 呆萌呆萌的大铁牛 在黄河滩上微然毅力 静静地照耀着大唐盛世 隐唱着古人智慧 诉说着前世今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